大家好养花,我是珊珊 一般喜欢养花,但是又怕麻烦的花友呢 都会选择几盆长寿花来养 但是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咱们家养的这个长寿花 也要逐步的进入它的一个休眠期了 那这个时候的长寿花就好像是睡着了一样 对于外界各方面的这个需求呢 都开始降低了 如果说这个时候咱们还给它吃很多肥 或者是浇很多水的话 那这长寿花估计是很难度过夏天了 长寿花的花期呢 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在每年的冬天和春天这两个季节的 然后夏天是它的休眠期 秋天是它的成长期 那对于长寿花来说 夏天休眠期的养护是尤为重要的 因为这段时间如果说咱们哪里稍微没有做好的话 就会让这个长寿花 它的花根呢留下了一个花根缠弱 烂根呀或者是花境无力 等等这样的老伤 这样的话到了明年肯定是养不好的 夏天养长寿花 咱们首先要保证就是它光照的一个问题 避免它被曝晒 不然这个花根吸收水分的速度 肯定比不上花叶蒸发的速度 那这长寿花肯定是健康不了的 其次就是浇水方面了 就像咱们刚刚所说的 现在的这个根系对于水的吸收能力是特别差的 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浇水呢 只需要见干见湿就可以了 千万别想着夏天温度这么高 多给它浇点水吧 不然这样的话 咱们就很有可能把它这个花根就给它泡坏了 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咱们夏天的长寿花呢 特别怕闷 咱们平时最好是把它放到一个通风环境 特别好的地方去养它 这样才能够进一步的保证它的健康 那除了浇水和光照这两方面呢 咱们还要着重的注意一下 就是长寿花在休眠期的时候 千万别施肥 因为这个时候它所需要的这个营养成分 单靠花盆里面花土的这个营养就已经足够了 那如果说咱们这个时候再给它施肥的话 那只会增加整个根系的一个负担 怨气不好的话 这个花根呢 就很有可能会被肥料给它烧烂了 那时候咱们再去想救这块花可就难了 因为各地的温度不一样 所以说长寿花真正进入休眠期的时间 也是有快有慢的 而一般情况下来说 当咱们这个气温稳定在30度以上的时候 那这长寿花呢 基本上就会自动的进入一个休眠期 那如果说您家的长寿花已经进入休眠期了 但是上面还有一部分的花苞没有开放 那咱们最好是把这些花苞全部给它摘掉 以减少它营养的一个损耗 另外在剪除花苞的时候 如果说还有一些不健康的植叶的话 那最好呢 也是一块给它剪掉就好了 这些都是给咱们这个长寿花 保存实力的有效手段 夏天天气确实很热 但这并不是咱们给花会多浇水的一个理由 花其实和我们人类是一样的 也都是有着自己的爱好的 想要好花必须要先知道 它们是什么皮